大家好,这里是小二微熏频道 欢迎来到本期节目 时间在流逝,故事在变换 但是爱情的美丽和情感的深刻却永恒不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100句最美情爱古诗词名句 让我们一起领略那些曾经让千年风雨 恩怨情仇留下的感人诗句 意思是说虽然因为为爱情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导致身体日渐消瘦 但从未后悔 因为为了所爱的人 即使牺牲了自己也心甘情愿 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爱情中的无悔和牺牲精神 二、死生气阔 与子成月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一名诗经被封击鼓 表达了两个人深厚的感情和彼此相伴的愿望 表示即使面临死亡 也愿与对方相随相伴 彼此相依为命 希望能够一起携手走过余生 共同迎接未来 这句话意境深远 表达了人们对于感情和爱情的追求和渴望 三、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情观却巧先 表达了真正的爱情应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不需要天天相伴 也不必日日思念 只要两颗心相互扶持 感情就能持久 真正的感情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爱情并不需要每天在一起 每个时刻都黏在一起 只要心灵相通 两个人的感情就会长久 就像牛郎之女 只有一年一度的栖息才能相见 却能相互思念 相互依恋 这句话强调了爱情的深远和长久 不被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束缚 四、相思相见之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李白三五七言 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和相见的渴望 同时又因为不能相见而感到无比的难为情 询问什么时候才能与爱人相见 描述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 因为不能与爱人相见而感到无比的难为情和悲伤 这句话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同时也描绘了爱情中的痴情和无奈 五、有美人惜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惜 思之如狂 一名奉求黄情歌 形象地描绘了美人在心中的形象 无法忘怀 一旦分别就思念到如疯狂的地步 表达美人的魅力和印象深刻 一旦见过就难以忘怀 描述分别后的思念之情 如同疯狂一般 无法自拔 这句话在描绘爱情中的激情和痴迷的同时 也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六、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是秋风吹化山 纳兰幸德玉楼春 是一首描写爱情悲欢离合的词曲 如果人生中的每一个相遇都像初见时那样美好 那该多好啊 再表达对于时光流转 人是一变的感叹和无奈 秋风悲化山 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心中的悲伤和失落 这句话是一句有着深刻哲理的诗句 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的事物的向往 以及对于时光流逝和人是一变的无奈 他也经常被用于形容爱情中的美好和悲伤 七、若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 常相思稀常相意 短相思稀无穷极 礼白三五七言 表达了思念之情的深刻和长久 再表达思念之情的深刻和苦涩 相思之门是指内心深处 只有进入其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思念之痛苦 表达思念之情的长久和无穷 无论是长久的思念还是短暂的思念都是无穷尽的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思念之情的深刻和长久 八、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圆枕离思无首其四 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失落和悲伤 是在表达曾经美好的爱情如今已经变得不值一提 就像曾经浩瀚的大海变得不再珍贵一样 表达对于爱情的真挚和重要性 只有像乌山般重要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曾经美好的爱情的失落和对于真挚的爱情的向往和真实 同时也表现了对于时光的流逝和事物的异变的感叹 九、君若阳露尘 妾若浊水泥 福省各异事 会和何时邪 曹植明月上高楼 表达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之苦 比喻男女之间地位的不同 男子高高在上 行走于尘世之上 女子却是浑浊的泥泞 被尘土所掩盖 表达了男女之间难以相遇 命运的波折使他们处于不同的地位 难以相互理解和谐合作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命运的不公和爱情的苦难 同时 也表现了男女之间的差距和难以愉悦的境遇 十、妻梁别后两婴童 罪是不胜清怨月明中 纳兰性德与美人 表达了分别的凄凉和思念之情 在表达即使分别后 思念之情仍相同 行中的感受也一样凄凉 表达了在分别后 夜晚的月色更加淒清 思念之情更加深沉 痛苦之情更加难以忍受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分别的痛苦和对于爱情的思念之情 同时也表现了对于时间的无奈和人生的不义 十一 环君明珠双泪锤 恨不相逢未驾驶 张吉杰富吟 是一首表达妇女命运和思念之情的诗歌 表达了女子内心的悲痛和思念之情 将内心深处的珍贵之物明珠的泪水交织在一起 表现出女子内心的脆弱和无奈 表达了女子对于自己命运的不满和对于未来的遗憾 如果当初与自己真爱相逢 也许自己的人生会有不同的出路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命运的无奈和对于爱情的思念之情 同时也表现了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和探讨 十二 山有木兮木有之 心悦君兮之不知 仙秦悦人歌 是一首描绘山水自然之美的诗歌 表现出山木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山上的树木之干纷繁交错 展现出山水之间的和谐之美 表现了作者的情感和心境 感叹着自然之美的同时 也表达了对于君子的向往和敬仰之情 这句话既展现了自然之美 也表达了人类情感的深邃 十三 皆于指引戏人间 如何同生不同死 陈恒克提春起一项 是表达作者对失去亲人的思念和哀思之情的一句话 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助之情 只有自己孤独地留在人间 而亲人却已经离开 表达了作者对于死亡的思考和疑问 对于亲人的死亡和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反思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亲人的思念和对于生死的思考 反映了人类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深刻关注和思考 十四 相思树底说相思 思狼恨狼 狼不知 梁启超台湾竹之词 是表达恋人思念之情的一句诗句 表现出恋人在相思之情中的苦闷和悲凉 感叹着思念之苦却无人倾听 表达了恋人对于心上人的思念和痴恋 同时也表现出恋人对于心上人的期盼和关注 这句话表达了恋人深情的思念和对于心上人的痴恋 表现出了爱情的美好和苦涩 十五 自君之初已 明镜暗不至 思君如流水 何有穷以食 徐干是思 他表达了离别之后思念之情的无穷无尽 以及思念之痛的深刻和无法自拔 自从恋人离开之后 徐干的内心犹如一面明镜 已经变得昏暗无光 再也无法恢复过来 表达了思念之情的深切和无尽 徐干将思念比作流水 水流无穷无尽 而他对于恋人的思念也是如此 永无止境 这句话通过流畅优美的词语 表达了作者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 以及离别之后思念之痛的深刻感受 十六 相见争如不见 有情何似无情 司马光西江月 他表达了相见的喜悦和分别的不舍 以及相思之情的深刻 相见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见面一样 两人都非常珍惜和欣喜 心情亢奋 表达了相思之情的深刻和无法自拔 当两个人有着感情的纽带时 就算不能天天见面 但是内心的相思之情 却比起没有感情的人要强烈得多 这句话通过简洁有力的词语 表达了作者对于感情的看法 以及相见和相思之情的深刻体悟 十七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公自珍几害杂失 是一句极具感慨的诗句 是指即使是枯萎凋零的花瓣 它们也不是没有情感和生命力的 而是在它们的凋零过程中 也蕴含着生命和情感的沉淀和积淀 表达了一种转化和再生的过程 这些凋零的花瓣最终会变成春泥 这些春泥又会滋养新的花生 保护着新生命的成长 这句话表达了生命和情感的转化和再生过程 也表达了对于凋零和死亡的另一种理解 作者借助落红 表达了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慨和思考 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和情感观 十八 天不老 情难觉 心似双丝亡 终有千千节 张仙千秋岁 十九 似此星辰非昨夜 为谁风露力中消 黄景仁起怀是二手其一 二十 直到相思了无异 为防惆怅是轻狂 李商隐无提六手其三 直说相思也没有什么用 但这样惆怅忧愁也不失为一种清爽而痴狂的体验 二十一 神之身在情常在 畅望江头江水生 李商隐 暮秋独有取江 深刻地感知到感情仍然存在 只能畅望着江头听江水的声音 感叹时光匆匆 二十二 人到情多情转薄 而今真各毁多情 纳兰性德 贪破换西沙 人到了感情多了 感情就变得不那么厚重了 如今真的后悔有了太多的感情 二十三 此情可带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李商隐谨色 这段话表达了作者对过去情感的留恋 但也认识到时间已经流逝 那些美好的感情已经成为回忆 无法挽回 二十四 相思一夜情多少 地角天涯未是长 张仲素燕子楼 一夜相思 情感难以言表 即使地跨千山万水 却依然无法阻挡我对你的思念 二十五 问世间 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袁浩问摸鱼儿二手其一 这句诗意味深长 意为探究世间情感的本质 而情感则是一种可以让人生死相许的东西 二十六 身无彩凤凤霜飛翼 心有灵犀un 一点通 理伤尹无体 我 我的身体没有华丽的凤凰 weis 伤一霏翔 但我的 心有一颗和你心灵相通的灵犀 urgently 17.寿炉神水烟 翠爪残花片南唐里玉的《与美人长恨歌》 这句诗描述的是宫廷中的景象 寿炉、神水、烟雾弥漫 翠爪中还有残留的花瓣 这是一幅写实的画面 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对命运的感慨和无奈 28.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变害相思 徐再思折柜令 这句诗意思是说 一生中不曾懂得相思的痛苦 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会被相思所困扰 29.一寸相思千万续 人间每个安排处,礼贯蝶恋花 30.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化凄凉 苏世江成子 十年的时间里,生与死都很茫然 没有去思考,但是很难忘记 千里之外的孤坟 再也找不到人能够倾诉内心的悲凉 31.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一名诗经唐风筹谋 全句是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子来自远,以我一书 请记于耳,望云间 不见君子 自言心痛,何如其已 回我生字幕可以大致翻译为 今晚是哪个夜晚 我见到了这位良人 你从远方而来 给我留下一封书信 请你给我寄到耳边 我望向云中 看不见你的身影 你说你心中痛苦 我该如何是好 为我生命的不自由而后悔 32.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长恨歌 描述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悲剧 这句诗表达了一种深情厚爱的情感 暗示了爱情是如此的强烈和长久 即使时间再长 也无法消磨掉其中的恨意和怀念之情 33.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白居易长恨歌 表达了两人深深的爱情和相伴的愿望 比翼鸟是传说中的鸟类 一对比翼鸟可以共飞天空 比喻夫妻恩爱 连里之是一种传统的象征物 比喻两人心心相应 永远在一起 34.重叠泪痕兼锦字 人生只有情难死 文婷是叠恋花 泪痕重重叠叠地覆盖在锦绣的字上 人的一生只有情难以忘记 35.一个是浪运仙趴 一个是美誉无瑕 若说没其缘 今生天又遇着她 若说有其缘 如何心事终虚化 曹雪芹网宁眉 是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思考和感慨 可以理解为 贾宝玉觉得自己和林黛玉都是极其出色的人 但是两人之间的缘分是否真的存在 仍然是个未知数 如果说两人之间真的没有缘分 那么为何翩翩今生能够相遇 如果说两人之间有其缘 为什么还会有心事和无法实现的遗憾呢 这句话充分表达了贾宝玉内心的纷繁复杂 以及对缘分和命运的思考 36.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锯成灰泪史前 李商隐无提 春天的蚕虫在到死之前才知完蚕丝 蜡烛烧成灰烬时眼泪才开始干涸 37.他生莫作有情痴 人间无地照相思 简矿周仪简字换西沙 他生不要作有情的痴人 因为在人间没有地方可以寄托相思之情 38.尊前你把归期说 未雨春戎先惨艳 欧阳修御楼春 我打算向你陈述我的归期 但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就先伤心地哽咽起来了 39.关关居鸠 在河之州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一名诗经周南关居 这对居鸠啊 在河畔的草地上啊 美丽的女子啊 配得上君子 40.人生自是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与月 欧阳修御楼春 人类天生就是有感情的 有情的人难免会为情所困扰 所以情感的伤害并不是由于外界的风或月的原因 而是因为内心的感情所致 41.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刘勇与灵灵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42.只愿君心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意 礼之以补算子 这句诗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渴望 和对爱人的期待 43.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 燕几道临江仙二手其二 表达了一种孤独而清新的感觉 落花飘落 只有我独自站立 微雨中两只燕子双飞 44.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是春归梦里人 晨桃拢西行 意思是说那位女子虽然已经死了 但她的遗骨还躺在无定河边 仿佛还在做着春归里的美梦 这句诗表现出对逝去的爱情的追忆和哀思 45.千金纵买相如妇 默默此情谁诉 心气急摸鱼儿 46.四十六 梧桐树 三更雨 不到离情正苦 一夜夜 一生生 空皆低到明 温亭云更露子三手其三 梧桐树上 夜半时分 雨点敲打着窗帘 我的心中满是离别的痛苦 细雨悄悄地哭泣着 一片片叶子 一滴滴雨珠 空荡荡的台阶上回荡着清脆的声响 47.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已 苏武结发为夫妻 48.寻好梦 梦难成 既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供连前雨 隔个窗儿低到明 聂圣穷 这孤天 寻找美好的梦想 但梦想难以实现 何况谁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 枕边的泪水和连外的雨水一起流淌 隔着窗户低到天明 49.一场寂寞凭谁诉 算前言总倾覆 留永昼夜乐 孤独的苦恼 我该向谁倾诉呢 算起来 我曾经讲过的话 终究是轻视了 五十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观山南 长相思 催心甘 立白 长相思二手其一 漫长的天路遥远 灵魂飘泊难受 梦境无法穿越观山 长时间的相思痛彻心甘 五十一 山长水远嫦娥怨 红艳相反 红艳相反 眉间心上欲电寒 纳兰幸德彩桑子春夜 嫦娥在山长水远的地方怨恨离别 红艳也在远方彼此相反 我心中也寂寞凉冷 此时有谁与我一同分享空闲时的愁苦呢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东方还是西方 我只能寄托于明月和春风 五十二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范城大车摇摇篇 这句话是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祝愿 愿自己像星星一样闪耀 伴随着月亮一起在夜空中发出光芒 一直相互照耀 永不熄灭 五十三 与沈艳咬天涯路 使信人间别离苦 戴书伦 相思曲 这句诗原本是原诊所作的 后来被戴书伦引用在他的相思曲中 全诗为 灵花泄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招来寒雨 晚来风 胭脂泪 相留醉 几十重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冬 雨水艳咬天涯路 使信人间别离苦 五十四 执手相看泪眼 敬舞与宁耶 留勇与玲玲 这句话的意思是两个人手牵手相对而逝 泪水模糊了眼睛 让人哽咽难言 五十五 诚之此恨人人有 贫贱夫妻百事哀 圆枕浅卑怀三首其二 这句诗的意思是 真知道这种相思之苦谁都有 穷困的夫妻更是无数悲哀五六 换我心 为你心 使之相亦深 故胸素中情 如果我的心能变成你的心 那么才会真正意识到相互思念的深刻 五十七 一君心似西江水 日夜东流无些时 于玄机将临愁望有记 五十八 春心莫供花蒸发 一寸相思一寸灰 李商隐无提六手其六 意为不要和花朵蒸发 花开花落本是常态 相思之苦只会增加一分就多一分 五十九 相思似海深 就是如天远 乐玩捕蒜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 相思之情像深邃的大海 往事则向天边的远方 六十 相恨不如潮有信 相思使觉海飞深 白居易浪淘沙 相互之间的恨意 不如潮水来的真实可靠 而相互的猜疑始终感觉海洋 并不深邃 这句话意味着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比怀疑和恨意更为珍贵 六十一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之不知 温亭云扬柳之 这句诗意为 玲珑的头子像红豆一样 静静地在我的心里 深深地扎进我的骨头里 那相思的痛苦你是否真的知道 六十二 人把千金愁一笑 毕竟相思 不似相逢好 少瑞朋蝶恋花 舍得用千金去回报你的微笑吗 毕竟思念之情 与真正相见的欢喜之情 不可同日而语 六十三 天涯地角有穷石 只有相思无尽处 艳书玉楼春 无论是多么遥远的地方 时间多么长久 唯有思念是永无止境的 六十四 都道是金玉良缘 俺只念木石前蒙 空对着 山中高是金银雪 终不忘 世外先书记莫林 草雪芹中深物 都道是金玉良缘 俺只念木石前蒙 是林黛玉的名句 表达了他对自己 与贾宝玉的初衷的坚守和忠诚 后面的两句空对着 山中高是金银雪 终不忘 世外先书记莫林 则描述了林黛玉 对自己生命中的遗憾和失落 表达了他对自己 未能实现的梦想的无奈和哀叹 六十五 人如风后入江云 情似雨与缘的续 像人在风后进入江中的云里一样 我的情感就像雨后落在地上的续续 粘在了一起 六十六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 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草雪芹红豆瓷 相思病的泪水 像一颗颗不停掉落的红豆落下 而春柳花朵在彩绘塔周围 永不停地绽放 六十七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蝶恋花二手其一 表现了诗人因思念而落泪 问花却得不到回应 只看到落花纷飞的情景 这个情景形象地描绘了诗人的孤寂和无奈 六十八 受影自连秋水照 清虚连我连青 冯小青愿 看着自己瘦弱的身影 心中有着无限的自连 而我也同样连惜你 你也要连惜我 六十九 钟情怕到相思路 盼长低 草静红心 动筹银 碧落黄泉 两处难寻 诸一尊高阳台 恋爱中的人 害怕陷入思念之路 期待着长低 看到草儿猥亵 红心忧伤 感叹爱情的苦楚 归宿不明 好像已经分隔两地 在黄泉之下和天空之上 难以相见 其实 试问贤愁都急许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雨 鹤柱横堂路 询问空闲的忧愁有多少 一江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雨 都能让人感到悲伤 七十一 多情只有春亭月 游未离人照落花 张密寄人 这句诗表达了春夜月色的美好 但也揭示出人离乡别亲的凄凉和离愁 七十二 花红翼衰四郎翼 水流无限四浓愁 流雨须逐之词四首其二 花儿虽然美丽 但是容易凋零 就像男子的心意一样不稳定 而水流却一直流淌 就像女子的忧愁一样没有尽头 这句话形容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 表达了离人相思之苦 七十三 若有知音见彩 不辞便唱阳春 燕书 山亭柳赠歌者 如果有知音听到了我的作品 我愿意为他唱遍整个春天 七十四 明月楼高修读矣 久入愁长 化作相思泪 范仲烟苏木遮 七十五 思君如明竹 艰辛且贤累 陈书达自君之初矣 想念心爱的人就像点燃的明亮蜡烛 焚烧着内心的思念 不禁咽喉含泪 七十六 生当父来归 死当常相思 苏武结发为夫妻 意思是说 生在这个世界上 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终回归自己的原点 死亡之后也要长久地思念着 曾经深爱的人或事物 七十七 修言半止无多众 万胡离愁尽奈丹 陈鹏姐 既爱二手其二 这句诗是说 不要说 这只是半章纸 它的重量却非常沉重 需要承受万胡 古时候的计量单位 约为五千千克的离愁 意思是说思念之情十分深重 众如万胡 七十八 妾似须山常在眼 狼如石佛本无心 诸一尊鸳鸯湖赵哥 我像须山一样 永远在我的眼中存在 而你像一尊石佛 心中本来就没有我 表达了女子深深的爱意 以及男子的淡漠无情 七十九 不知魂已断 空有梦相随 除却天边月 没人知 违装女罐子二手其一 我不知道我的灵魂 是否已经离去 只留下梦境与我相伴 除了高高挂在天边的明月 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苦楚 八十 同心而离居 忧伤已终老 一鸣涉江采芙蓉 意思是指虽然心有千万缕 但是两人却要分离 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伴随着忧伤度过一生 最终也只能以离别而告终 八十一 夜月一连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 情观八六子 表达了夜幕下的梦幻与春日里的柔情 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八十二 从别后 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童 宴几道这孤天三首其一 八十三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纳堪 冷落清秋节 留永与凌凌 自古以来 爱情多会伤害分别的心 更何况 寂寞的秋天更让人感到冷落 八十四 无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 艳书御楼春 无情的人不像多情的人那么受苦 一份情愫细分下来 却化成了千万份 八十五 唯将中夜长开眼 报答平生未斩媒 圆枕浅卑怀三首其三 我只会整夜睁开眼睛 以此来回报平生未得意的心愿 八十六 别来伴岁英书绝 一寸离长千万节 伪装英天长 八十七 相思一夜梅花发 胡到窗前已逝君 如同有所思 相思之苦让我彻夜难眠 突然间看到窗前开放的梅花 不禁怀疑是否有你的身影 八十八 只远感军恩爱一回顾 使我双泪长珊珊 如同楼上女儿娶 只因感受到你的恩爱款待一瞥 让我双泪长留不止 八十九 相思本事无平语 莫像花间废泪行 厌己道 这孤天三首其二 相思本来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感情 不要去浪费眼泪 写在花瓣上 九十 离愁渐远渐无穷 迢迢不断如春水 欧阳修踏缩行 意思是离别的伤感 渐渐远去 但又似乎永远无法消逝 如同绵延不绝的春水一般 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在离别后 常常感到的情感痛苦和无奈 同时也暗示了时间和距离 并不能完全淡化这种情感 九十一 若叫眼底无离恨 不信人间有白头 心气急 这孤天 意思是 如果让人们的眼底 没有离别的忧伤和痛苦 那么就不会有人在人世间变得苍老 这句话表达了离别和相思之痛 以及他们对人们心灵的伤害和影响 它暗示了离别和相思之苦 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经历 而这些经历也是造就人生智慧和感悟的重要因素 九十二 开辟鸿蒙 谁为情众都只为风月情浓 曹雪晴红楼梦影子 意思是创造宇宙的鸿蒙之初 谁种下了情感的种子 都只是因为风月情浓 才会有情感的萌芽生长 这句话寓意着 情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在《红楼梦》中 这句话预示了小说中各种复杂的情感纠葛和爱恨情仇的展开 九十三 明月不安离恨苦 邪光到小川诸户 艳书却踏之 意思是明月并不知道离别之苦 邪阳的光芒透过红窗户照进屋中 将情侣的身影投射在墙上 这句话通过描绘自然景观 表达了人类情感的无奈和离别之苦 但也显示出自然永恒的美好和生命的继续 这句话既有离别之痛 又有自然景观的优美 是艳书对人生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抒发 九十四 临别殷勤重继词 词中有事两心之 白居易长恨歌 意思是在离别之际 他再三叮嘱要将词句传达给相思的人 并在词中表达自己的誓言 两人都深知彼此的心意 这句话描绘了两人相思之苦和情感的坚定 同时也体现了白居易诗歌中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 九十五 泪纵能前中有计 与多难计反无词 陈端生计外 意思是眼泪即使能够流干 也终究会留下痕迹 言语虽多 但难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甚至找不到恰当的词语 这句话表达了陈端生深深的无奈和沉痛之情 描绘了人类感情的复杂性和难以言语之处 这句话中的泪和语暗示了情感交流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有时候人类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完全表达的 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来传递 例如眼泪 这句诗句也体现了诗人对人生苦难的深刻领悟 以及对真挚感情的追求和真实 96 还清一波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替使 苏曼书本是诗 意思是恨不能在相见的时候 将一波无情的眼泪献给对方 表示自己对他的感情 后悔当初没有替光头像尼姑 这样或许能够避免情感纠葛 这句话表达了诗人深深的思念之情 和无法割舍的情感 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于人生经历的反思和感悟 在这句诗中 诗人描绘了自己内心的纷乱和无奈 表达了爱情的苦涩和难以割舍之情 97 终日两相思 为君憔悴尽 百花时 温亭云南歌子四首其二 表达了一个恋人因为相思憔悴不堪的心情 这句话中的终日两相思是指恋人彼此相思不断 无时无刻不再想念对方 心情十分沉重 而为君憔悴尽 百花时 则是说 因为思念而憔悴的人 在春天时节也无法得到片刻的喜悦和安宁 更凸显了他的孤独和苦闷 整句话流畅优美 描绘出了诗人深沉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98 预计采尖尖尺素 山长水阔之何处 艳书却踏之 意思是想要寄出采尖和白纸 但是面对广阔的山水 不知道应该寄往何处 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无奈 表达了他在思念之余的无助和迷茫 在这句诗中 诗人运用了采尖和尺素等词语 刻画了诗人心中细腻而纯真的感情 同时通过对山长水阔的描绘 暗示了思念之情的遥远和无法实现 99 离恨却如春草 更行更远海生 礼欲清平月 意思是离别的伤痛就像春草一样长长短短 即使时间不断流逝 但仍然会不断生长 这句话以春草为比喻 表达了离别之痛的不断延续和无法消散 在这句话中 礼欲把离别的悲伤深刻地表现出来 凸显出诗人内心的无奈和痛苦 同时通过对离别的感受进行比喻和形象描绘 100 红燕在云 鱼在水 惆怅此情难记 燕书清平月二手其二 意思是红燕在云中飞翔 鱼儿在水中游动 只有人的思念之情难以传递 这句话通过对红燕和鱼儿的比喻 表达了离别之痛和思念之情的无处寄托 既有一种远离的感叹 也有对亲情 友情 爱情等情感的深切思考